这个屏幕 开启屏幕结束之后 我们一般是用手动操作的 那个manual手动 切过去 切到手动 切到手动之后 这是一个状态画面 显示正在运行的状态 你是无法操作的 需要点到这个操作 点到操作之后 这是输分速度 输一个速度 比如说5米 米每分钟 然后滚一的速度 二的速度 三的速度 四的速度 然后点这个正转 全部点开 脚过轮和速度就开始正转 我们的项序是出场调好的 所以只要点正转 不要点反转 一定要不要点正转 这个滚子 然后还有升降 我们的滚子升降是电动的 就是上升按钮 就是下降按钮 然后就是自动升降按钮 自动升降的话 你必须是这个位置 出入一个具体的高度 比如说20毫米 然后再点自动升降按钮 它就开始自动升到20毫米 这里是气缸的升降 你点一下的时候 点一下它就落下 不点的时候是开始 点的时候是落下 然后使用自动升降的时候 必须手机上的手机远点 不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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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下蓝色的不远点 就稍微了 手动就这么多 我可以做一句话 不远点 谢谢我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